美鳳倪 台灣育葉產生總結 這邊有個濫洋育葉、新海育葉、延南育葉跟營石育葉 然後從這張圖可以看到養殖約的產值 在養殖約產值從去上升大約 它有39% 然後產值是288億 然後其實真正的產值會大於288億 因為在岩潭地區中有很多的養殖物是沒有登記的 所以它那個行政院那個的資料是產區有登記的 以為申報的 所以實際上會在比它沒有很多市場 所以會大於288億 然後養殖約的分類 可以分成兩大類 路上養殖跟沿岸養殖 然後還可以在西中位淡水流溫 鹹水流溫 沿岸養殖還可以分成前排養殖跟海內行動 然後養殖約的概念就是 隨餐養殖是隨餐約的一種 然後它是利用天然水面 或者叫做放養經濟 經濟性交通人類 背類 甲殖類 或者是找類的種 然後釋放 就是範圍 然後飼料 然後驅逐病害 讓敵類可以安穩地成長 然後進行人工採養殖 然後根據水質的不同 可以再分成淡水養殖 淺水養殖跟海內養殖 然後水產養殖 在養殖已經有數千里的歷史 它養殖約以西南沿海分布最為密集 然後蠶子就是指書給養殖跟養殖約 然後常見的放養殖類有絲木魚 牡蠣 文革 草蝦 鰻魚等 然後這是各縣市的養殖約特色 彰化是以貝類文竹 雲林縣就是文革 烏魚 然後嘉義縣是牡蠣 蝦類 然後黃族縣就是消防養殖 台南就是絲木魚 然後它的產量跟面積也是台灣最多的 然後高雄市是以絲斑 平東縣就是龍也是絲斑 然後宜蘭是蝦子 花蓮縣是拉 然後淡水養殖就是指說 利用河川、水庫、湖泊、地下水 不含緣份的隨其養殖水產生物 然後也是台灣以前隨產養殖 所在平均最高的養殖床 然後早期是以草魚、烏魚為主 目前則是以烏鍋魚、濫魚、白下來和文革為主 然後鹹水魚 就是利用海水養殖的水產生物 然後早期是以乾坪式的養殖 養殖是木、硬、小量的蝦、蟹被類 這是因為烏力控制的概念 就是養一些蝦、蟹被類去清除水質 然後讓水質變得乾淨 然後濕霧裡才可以活得比較好 就是不會死那麼多隻 然後也是可以養一些蝦、蟹被類 然後以粗狂的綜合經濟為主的樣子的心態 然後到70年代之後 就是鹹水、人工繁殖的技術 HET之後 鹹水魚溫的面積 養殖的放養鹹水魚溫的人才變成 然後目前台灣鹹水魚溫的養殖 導致水溫骯髒 然後把一些病死的魚 或者是死掉的魚排到水溫 然後導致水受到污染 然後還有超出地下水 因為雲林現在這邊是以粗 粗就是閃出 閃出就是因為那個水 我們的水資源比較不足 所以我們的河川 就沒有河川可以去進行放裡面 然後就是要抽取地下水 然後去達到這個水資源的利用 所以就會導致海水倒灌和土壤的講話 然後這張題就是口湖鄉成龍樹那個 那個他們早期就是放養鹹物的過量 然後導致低層下限 然後海水倒灌 然後這個是電線桿 就是因為他們的村莊已經被淹沒了 對 所以這就是地下水 就是草售地下水造成龍樹 然後潛海養殖 就是利用自然環境中的天然生地 在潮邊代替潮線之外的潛海區 進行養殖的一種方式 然後主要是以西海沿岸的 各縣級朋友為主 然後養殖總得有努力 然後海面相往 海面相往是這幾年 確定起來的一種技術 然後就是有網架網 然後描描囊 固定系統在海面上組成一個 原住型的地球空間 然後在裡面放一種 或就是少量的潛水裏面 它裡面不能放太多 因為它其實就是會怕就是說空間不足 所以一次裡面會放大概十隻左右的裏面 然後跟傳統樣子最大不同的方式就是 它是直接利用海洋的限時空間 然後也不用像傳統的流入在陸地上挖地 然後收取地下組 然後它就是完全就是在海裡面 然後把這個構造放在海裡面 然後它可以直接 海水就直接進行濾化的工作 然後就是也不用 它的糞便排放就直接跟著海水 然後被維生物分解 所以這恐懼的影響是最小的 但是發展海面相往 台灣發展海面相往的問題是 就是台灣適合海面相往的內灣遇落 然後它平均就是颱風 它的最大的危險就是颱風 颱風來的時候會讓海浪跟風變大 然後就是撞到海內的相往結構 然後由海外大海好大雨 讓三間的土石然後渠下去 然後會讓那些漂流物之類的 這些危險就是危險物品 然後就是撞到那個海面相往的結構 然後讓它退掉 讓那些雨漲掉 然後具有比較好的內灣 雖然就是可以提供相往比較安全的保護 但是其實它們的海流 海流的交換比較不好 所以導致說水質來一起交換 就是讓雨漿裡面的水質比較差 就是讓雨漿裡面的水質比較差 然後就是給你們看那個海面相往的問題 油 油 色味 そして馬味 卵から育てられた養食本丸 それが美味しいブランド 綱プリンセスです 美味しく安全安心な本マグロを 安定的にお届けしたい 綱プリンセスは潮流や水溶など 自然の海の恵みを存分に生かし 長崎県五島市と和歌山県串本町の2つの漁場で マグロの養殖を進めています 本州最南端の地、串本町は 世界最大規模の黒潮が 本州で最も接近する海の町 そして九州最西端の長崎県五島市は 島の周囲が豊かな漁場に恵まれています いつでも冬場はどれも水温が下がるため マグロの育成に適しており 綱プリンセスはこうした水溶環境のもと 知識と経験、そして独自の養殖技術で育まれています 綱プリンセスの大きな特徴は 天然資源の頼らず 近畿大学をはじめ 山崎県総合水産市県庁などとの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で 人工負荷に成功した地のだけを対象としていること 育成した地の間に成長すると 直径30メートルの大きなイケツに移されます エサはサバ、アジ、イバシなど 新鮮な魚を丸ごと与えます マグロの成長度合いは地上からだけでなく 水中からも毎日頻繁に確認しながら 2年から3年という長い時間をかけて大切に育てられます 40キロ前後に育ったら取り上げです 鮮度を起こさないよう素早く取り上げます 鮮度を取り上げられたマグロは氷水に入れられ 低温保冷車で輸送されます 衛生管理された加工場で お客様の人数にお答えする携帯に加工し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日本は全国各国の開会 日本は各国の国家で捕捉されます 日本は伝統で 菜市場主要は鱼類で 鱼類は一つの影響です この公園はとても不公平 でもない方法 他にもをやっていない方法 そのための技術を持つ Göring この技術は市場多くの それはを一開始で受賃の部分 人工配温 について6秒の成績 6秒の輸送率は低 それから出産 ребенらしい それから結婚することの高い 半分はそれでも1%〜3% 衛生管理が大いの 其實還要再用熱池